因參加歌唱節目 我是歌手四 人氣翻倍飆漲的 新生代歌手徐佳瑩 結束香港巡演後 以儆還鄉回到台灣 回想將近100天的比賽過程 啦啦心中感觸良多 一開始也是就是 就沒有刻意要剪雷殼 真的就是吃不下 然後就自然就瘦了 然後再到第三個月的時候 我大概抓那個tempo的時候 又開始就是 有胖了 又開始吃了 昔日參加比賽的戰友 像是張信哲 榮祖兒 黃之烈等 都透過VCR送上祝福 能跟這麼多歌壇前輩 尤其是小時候的偶像 Coco 李文同台 徐佳瑩笑說 彷彿已進入涅槃狀態 也當場模仿第一次 看到林子祥 葉倩文的場景 然後我想說那林子祥大哥呢 就這樣子騙取不著 然後我就想說 好 等一下遇到一打招呼好 然後我就這樣往前走 然後突然看到 一個步驢滿山的中年男子 然後坐在我旁邊 就是林子祥 然後 你就公開笑他好了 為慰勞徐佳瑩四處徵戰的辛苦 唱片公司送上冰島來回機票 讓她能夠紓解工作壓力 出身自星光大道 又參與我是歌手4 問到這兩個選秀節目 對自己有什麼影響 拉拉說著說著 似乎進入哲學領域 我一直都還是覺得我是歌手啊 但是參加我是歌手的之後 我覺得還是歌手 就是 我覺得這一題就是 有點偏向影響到哲學的一種 喔 唷 說唱 shaken